23条立了,这个时刻应该讲什么呢? 我问一个问题大家,我们是否应该为22条立法呢? 还有45条是否立法呢? 45条我不记得了,关注组,我们记得,我们是直选特首的 经常讲23条是什么?ına 协制制定吗?我们要 是什么?维安国家安全? 迁制在记忆有20几年终于下注 我就问 economics 其他线制责任你做了没?我们是要双普选的 于何时让我们去表达的?ком或 had lot to complete 我说清楚,22条是什么呢? 字12条是中央、各部都不能干涉香港在自治范围内 《一国两制治法人》里面的事务 现在不停干预 最近这几天才在深圳过关撕了学生的手冊 即是中港学生的东西 但他不能够来香港撕的 但他撕了那你怎样呢? 你香港就害怕了 于是釣鱼台就变了釣鱼岛了 都好的 为什么釣鱼台变了釣鱼岛的好事呢? 我们一向叫釣鱼台 香港人曾经很爱国 包括梁国雄、牛、何俊仁 真的搞保钓 有多谢过你吗? 没有 结果现在历史里面 七二年已经开始保钓 七二年在维远和港英打架 被洋警司说 这样是不准香港人 因为美国嘛 英国支持美国嘛 所以不准香港人搞搞保钓 我们看这些历史是相当好笑的 香港人呢 即是外国要跟共产党的标准 当然我们没有跟 所以我们一直叫釣鱼台 突然间叫釣鱼岛 没所谓了 即是我们的历史 釣鱼台的历史就没去 香港人曾经为釣鱼台 死个人也好 去登陆过也好 冒险 全中国最勇敢曾经在那个敏感时刻 踩上釣鱼台的是香港人 是不是? 阿九哥的朋友 不是他自己 两度再去过都试过 十年前都去过一次 好了以后我们当这些没有了 等于说喂 六四你悼念 有客观效果 就是说香港人呢 当自己是中国人 所以才悟念 为何要悟念呢? 因为 你这非洲有邦 尼尼尼尼尔的人民 会不会悟慟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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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慟 现在倒算後 如果马英九不悼念,你更害怕 不讲一制了,不讲一国了 是这样的 好了,既然你不喜欢香港人说钓鱼台 那我们不讲了 钓鱼岛,我们从来香港历史里 没有为钓鱼岛去抗争,去反日 没有,我们当没有了这件事 我们不再悼念绿色了,没有,不要紧 那我们讲来讲去,香港是做什么的呢? 香港人不需要外国的 基本法没有要求你外国的 你看看基本法有没有 没有,很清楚的,因为我提过 结果没有人理我 84年时我提过 为什么不讲外国家呢? 那时天真,天真是有趣 留下历史,曾经讲过这些东西 好了,大家都不需要我 我们就是外香港的,一个两制 那你是不是要跟回基本法里面讲的东西 23条你今天立了 所以我感触就是,你既然只有3条 22条你是不是都要立了呢? 22条大家一看,没所谓 走路就不应该气喘 跑步我也不应该气喘 看看这个环境 让大家看一看我平日运动的地方 23条之后呢? 事情了結了 這二十多年的時候 我會說如果你說二十三條是憲制篩 跪跪跪跪系也要立 當年民主派有一個說法 你民主化之後你就立飽了 現在民主化就遙遙無期 倒退了 就找一個偽特首偽政權不保護香港人 我們都不當它是香港人合理合法的一個政府 道德上不合法,法理上不得讲, 昌干子出政权,联合国都承认, 昌干子出政权有效管治的地方就是代表的, 所以李家超是代表香港的, 这些我好公道说,我不会否定这件事, 他对我代表香港,但他代表不了香港人的价值, 那个意识形态,很清楚的。 好了,说回23条,一天里面通过了, 宪政材不完了,至于这个过程, 有时间讲了,总算了结了, 它成为law of Hong Kong,我们小心一点就算了, 我就说,我做开的事,我依然继续, 以我了解,没事的就没事,有事的, 最好提提我,如果不提我,就这样拉了, 应命了,没所谓的,其实, 这件事了结,对我来讲,都是一个简单的事, 是吧,即是以后搞清楚, 一个两制是什么, 但是,你见英国还支持坚持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就是历史文件, 那基本法是否历史文件呢? 基本法不是嘛, 基本法是现在还在用的, 基本法里面承诺粗的事,你有没有做到呢? 不做,是吧? 基本法是要21、23条,你就立,22条, 你是不是应该立法,禁止, 所以,说清楚,其他省市领导人, 包括中央,暴,你觉得暴,包括现在, 现在,他好像当了老讽那样, 但是,你基本法不是这么说的, 你不应该干预香港的特区的自治, 香港特首应该选的,是吧? 应该普选的,现在不是普选, 一人是被控制之下,委任的特首, 我们明白的,这个是事实来的, 所以我们没有权威性, 我们不服他,这个很正常,是吧? 是很对的, 那你现在,说这么多, 宪制阶,那你什么时候准备, 特首普选呢? 双普选呢?进行回, 你什么时候进行回, 22条都立法呢? 界定清楚,什么是地区, 和中央的关系,是吧? 不能够说,我喜欢全面管治, 我就是全面管治, 那你就是违反基本法, 你就是违反中央的力量, 所以人家出来隔离是对的, 理论上,如果你共事法制, 当然,我们的法律博士的, 习近平又不明白什么叫法治的, 你既然立了条法, 说明, 全国其他地方, 都不可以干预香港特区自治里面, 你就是小小的海关都干预了, 用海关里面的一些这样的行为, 一些手段, 你看看对面这个, 深圳拍到, 用这些这样的手段, 就是逼香港的教育政策改变, 是吧? 那这些, 你提一下意见都还可以, 但是你当然是粗暴手段, 即是在干预香港的内政和自治, 用恐吓手段, 至于你自己加了一个港澳板, 明明只是一个联络机构, 现在变了一个管理机构, 香港的内政和自治, 那你怎样理解一国两制呢? 不要经常说我们坚持一国两制, 你改头换面的时候, 我们都不承认了, 我们承认什么呢? 基本法你写了的东西, 现在你经常说要23条立法, 因为基本法写了, 那你就立吧, 立保它了, 立保完了, 我就问了, 其他基本法承诺过的东西, 什么时候做呀? 什么时候民主有进程呀? 双普选呀? 什么都好, 你都要直选散生呀, 你不是一个人委任, 找个委员会自己委任自己, 没权威的, 你认为可以了, 你要我来接受, 我来不接受就是不接受, 是吧? 就是, 催你不这样的意思, 好了, 这些事我们全部要问, 如何? 后作如何? 好了, 现在都讲一讲, 就是, 没必要走一走的人会喘气, 我都讲一讲, 23条这二十几年, 我的感觉, 当然看着它, 推倒了它, 跟着其实在香港近代市一个里程碑, 我们有两件事, 在过渡前就是六四, 影响很大, 过渡后呢, 最影响香港人的, 香港意识的出现, 其实就是03的七日, 之后呢, 不同了, 那当然啦, 03之前大家记不记得, 其实是民主派一派独大的, 一派独大的, 真是大台来的, 啊? 二十几席, 它占了二十席的果挺, 只有一个冯燕基, 是民主党以外的人, 啊? 哎, 真是遗憾了, 开始见到这些, 啊? 国内人士在我后面出现, 那, 就是这样, 即是说呢, 我们有不同的理解, 对于一个两制, 但是, 很明显, 二十三条, 即是上一次的争议, 二零二年, 不是, 二零零零零三七日, 但是呢, 之后大家出现了很多, 两样东西的, 第一, 非大台化, 其实已经不是14年, 是02年已经出现了, 我们那时有些新的组织出现, 八十后又由那时开始出现, 你知这些, 八十后现在, 变了左交, 跟着又没落了, 但是跟着又出现这个, 就是更多, 就是, 本土的, 本土的, 本土派的力量, 但是因为那时开始, 就是一个承传来的, 改变呢, 其实就在03, 7日, 即是22年前的7日, 7日之后, 大家不知记不记得, 一个组织叫做7日人民批, 那有些八十后的人, 起来了, 八十后那时, 是二十多岁, 是吧, 他们出来挑战, 民主党, 一党独大, 之后, 民主派也都分开了, 民主党, 公民党, 其实是一息两美的, 一鸡两美的, 都是那堆人的, 但是呢, 叫做分开了, 多元化了, 拆了民主党, 一党独大的大台, 除了他们之外, 亦都有其他, 我包括当时, 喂, 一向都不高兴, 民主党一把声音, 控制了泛民, 所以出现了, 赌董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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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当时非主流的, 社运人士, 热心人士, 就组织起来了, 亦都七一之后, 零三七之后, 就出了一个民阵, 民阵那两年才出现, 之后就变了一个, 民主派以外, 代表民间社会的一个组织, 那我们这些这样的变化, 都是22年前的第一次, 反23条引起的, 我们要看这个历史, 那现在, 叫做了结了, 那也只是一个断落的问题, 我就不会觉得, 是整个运动的终结, 是吧, 即是不要以为共产党是不倒的, 在清朝末年的人民, 你想想, 他们自己, 他们的父亲, 祖父, 曾祖父太祖父, 全部都是大清的子民, 没有想过, 会说, 突然间没有了大清, 出现一个叫民国的东西, 是吧, 那当然啦, 49年也都来一个大改变, 民国都几十年, 才被新中国代替, 人民共和国代替, 那是不是永远的呢, 都是七八十年而已, 不见得, 而且每一个时刻都有些改变, 是吧, 那香港呢, 经历了这一堆这样的变故之后呢, 又去了一个, 即是23条强硬的立法啦, 那为什么23条强硬的立法呢, 即是急速立法呢, 那我其他片都有解释啦, 那这里都不长气啦, 这里呢, 只不过是review下, 今天又改变了历史, 那我就出来郊外走下, 那呢, 苦今追悉, 是吧, 那你说是不是可悲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二十几年前就有它通过, 好像没有那么辣咧呢, 现在好像变得更辣咧, 这个23条是不是呢, 事实上是变得更辣, 更阔, 但是不等于这二十几年前那个五十几万人上街的抗争是无效, 今天可不可以, 是不是, 如果今天, 你说人民的意识, 远远高过当时, 只不过现在不出来, 不出来不等于同意这个政权, 不等于同意了我们那个自由的意识, 民主意识, 和0371都不同了, 那我呢, 一直是评论的人, 也都捲入去这些政党里面, 有多少关系的人, 那我作为一个旁观者, 或者一个参议者, 我可以告诉你, 时代是在变的, 纵然今天又去了另一个阶段, 是吧, 香港人分为本土的香港人, 流亡了香港人, 但是都承传了一些东西, 承传了二十几年的东西, 不会就这样就消失, 是吧, 也都不会因为呢, 香港人, 因为这个, 即是二十三条立了, 就收爹, 是吧, 就收赤, 或者做顺民, 部份人会转为顺民, 有部份人转为做港奸, 出卖香港人的利益, 我们继续是有抗拒的空间, 是吧, 我们就跟回你讲的游戏规则, 我就质问你, 不停跟你讲道理, 我一向都坚持继续讲道理, 是吧, 要的, 因为没什么好依赖, 就依赖我们的道德力量, 那我们的道德力量, 支持我们继续留在香港, 继续努力, 是吧, 大家一起努力, 二十三条呢, 当它子老虎得了, 我就不会当它一件事的, 是, 好, 多谢大家,